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赢哪个钱 其实不是赢散户钱 一般是赢大型基金的钱 赢庄家的钱 或是赢投行的钱 因为他摆明他买得期权 就是跟投行对赌 开期权的人就是赢 买期权的人就是散 输了就输了 所以沽空机构有两个很大的成本 除了做报告成本 一般估计 做报告成本 做沽空机构报告成本 其实比做大行分析员的 唱好的成本困难 因为唱好的成本 其实不用看得太真 多数是透过一些上市公司给你的材料 上市公司会主动提供材料给你写的 而你作为一个打工仔 你都需要材料给人写的 所以你就会好个样样 万字 写百多页给交货的了 你当然不会因为一份报告走去看某某上市公司 看看他是不是想做O2O 怎样证明他做O2O 难道真的参考人家的后台 当然分析完的对话会议 打电话就完成了 你是高空机构 难道你打去跟某某上市公司说 我觉得你做假数 可我给数据看 他立即吸你 这种安全线也会严厉 IR都不会是 投资的交流行业 上市公司的关系部 理睬你也有味 还有什么困难 其实不一定要 令到股市跌很多 譬如某程度上 有些被沽空股票 被沽空股票 其实也可能 牵涉到一些按学的问题 某某大的 有些股東因為香港的證券可抵押 其實全世界的證券可抵押 一般的抵押率大約50%左右 但如果你想 可以收集到股票 你必須觸發某程度斬倉的一些規例 一般斬倉可能跌到25% 10元跌到7.5元 就會觸發某個大股東持有某個上市公司 在某間券行或投資銀行 或某一個人 金主上高抵押股票的斬倉規例 我就可以斬你的股票讓你賣出去 而有心的人當然可以承接這個股票 如果我們估計沒有實質證明 以下是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如果 那些甚麼閑城等等 甚麼圓那些 他就說 這隻股票我覺得做假象 會有機會沽空 而觸發到斬倉條款 而他有跟某人合作 我都說過 沽空機構試過跟對沖基金合作 一起去攻擊某一些上市公司 那是否一定成功 即是說 某一隻殼 經常看我們旁邊的頻道 我們經常有其他講殼的問題 都知道多麼值錢 如果通過這樣的手法 又可以 即是不要騙 又可以用某程度進入到一間上市公司的董事會 只要收購超過30% 提供到GO的機會 或進入 其實你拿5%都可以伸手要入董事局 那你已經贏了一些 即是官機構是不一定要賺的錢 除了去玩交易上的一些心理 即是上一集說過的 你會不會出一些 你會不會升破追詐 升破追詐 也有人手操作 很少設定價格追到就要開 除非你需要 是一些指數基金 你需要補貨 即是一定要買的 不買不行的 是一些被動式的基金 如果不是 你只會跌穿的時候 走去止蝕 還有一件事 你知道嗎 這件事是很吊詭 這件事是 我今時今日叫你買一件事 無論我今天提供甚麼叫你買 如果我這樣說給你聽 你去賺了錢 當然你不會多謝我 但你也會去買的 因為你不覺得我拿了你的錢 試試我叫你把你的筆錢交給我 等我幫你去投資 或者你經過我去投資 你會覺得虧了 不知道為甚麼 你會有一種買東西的感覺 買的感覺就是 你去投資 無論你設限價去買 設低一點去買 買份保險 買份基金 或者買個股票 是否用孖主買個外匯 你也覺得你的錢是花了出去 不過是投資 買了一些東西 買樓如是 一般人 很少想到我現在資產增值 反過來 你覺得錢是少了 反過來是 你設置止蝕 應該是止蝕的時候那麼快 你止蝕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想收回現金 很多人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希望止蝕之後 市跌快一點 自己走掉之後 希望隔壁的人死 我沒有死 我止蝕了 希望他死 心態很搞笑 為甚麼人會很快 願意設限價去止蝕 有些人完全不止蝕 這是另一種想法 完全不止蝕 只要我有一天 可以放得回 升到我的位 這些都是錢 這是另一種想法 是否適合你自己想 就會說有止蝕和止蝕的人來計 止蝕和止蝕從來都容易 因為是收錢回來 叫你入市從來都難 所以這是為甚麼 交易者的心理也造就了 最重要現在的市況高 你試試看 我上集說過2萬點跌多少 跌到1萬 不要2萬跌到1萬 你只有50% 其實2萬跌到2萬 你都夠客 6000點都嚇死你 這不是大市 因為是沽個別股份 但是 我講過了 沽空機構賤了賤 便會攻擊不同的股票 其實除了 說大市成交等等 其實還有一件事要看 是披露2 CCASS 我們叫SICAS 這件事 磁瘡的比例是多少 為甚麼 為甚麼瑞昇突然被選中 除了他夠大隻 多人參與 可以吃到的東西 不可能會收到這間公司 因為有這麼大的市值 但最重要是參與者中 參與者中 我沽了之後收貨容易 第2 你看看頭四位 在SICAR上高的分佈 四大持倉 匯豐 JP Morgan 渣打 UBS 全部是外資行 代表甚麼 代表了沒有中資大鱷 在裏面 現在沽空機構最怕是甚麼 中資大鱷 近期沽空機構 都搞過中資小鱷 即是八號 我不知是否少年太年輕 沒有查清楚 有百多個市場參與者 就算了很多 其實 最近169個參與者 都被人配售股票 被人禁回 創業版是配售出來的 股份當然是集中 還有中資背景 當然是糟糕 其實那次跌了20% 但我都說過 他又要期權 要有優位付出 又要借錢去沽空 所以他的成本高 所以跌了10-20% 其實不夠吃 所以 那次當是失敗了 所以他們都會看到股權的分佈 所以找人來打 都會看清楚 沽空系列 就完了 下一集 記得追看 因為我們有其他系列 如果這幾集悶的話 不必要 還有 我們歡迎收看Sky Finance Channel 喜歡記得like我們Facebook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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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共 training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收看